現在看到大市的跌幅就擴大了 但也有個板塊就逆市上升 有朋友問華潤電力 現在就逆市做好了 他說現價值不值得買呢 因為近日也看到有些消息 譬如說到內地高溫的情況 即是用電都會增加 譬如說電力板塊 或者他問華潤電力 你覺得有值不值得吸納呢 看近期高位來講 是6月2日當時是16.5元 現在是15.26元 如果你說駁去上剛才說的高位 而潛在升幅考慮有一成以上 起碼要在15元以下才考慮吸納 就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對於電力的需求來說 一般去到第三季尾 甚至第四季初的時候 那個需求就會顯著地上升 變成現價來買入 以一個都會持股 起碼一季以上的話 我覺得又不算是一個很高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 我買入了 都有個耐性是等到 是真的那個電力需求顯著增加的話 現價可以吸納 但如果你說 我都是想著純粹打算短炒而已 盡量在15元以下才考慮吸納 其實這個考慮 就跟剛才說的油股的看法 其實都有一個吻合性 為什麼我會覺得 起碼要去到8月甚至9月的時間 才會對油價有一個上升的狀況 都是因為入秋 或者是靠近入冬的時候 當然那個石油的需求 會顯著地增加 所以都是因為這個考慮的時候 來看好中海油的發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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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